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开始是2005年 高楼登山的时候 发现很多的用 也在这些阵地上 找到事物 有两千件 炮弹 有手动弹 还有子弹科 炮弹皮 军锹 等等这些个事物 南口战役发生在抗战初期 也就是37年的7月底 中国军队日军双方13万人 进行了18天的阵地战 中国军队也伤亡 三万余人的代价 很多四难者的遗体 都保持在亡野之下 我希望通过我做的事 能使更多的抗日先烈 找到回家的路 从2006年到今年 也是将近十年的时间 我几乎走遍了南口战役的战场 其中有一具完整头盖骨 很难辨认他们到底是哪国人 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他们死的时候 就是一个年轻的生命 我可以想象 他生前是一个将近一米八大个人 而且是一个血气方刚的 20岁左右的一个小伙子 当时把他头扳起来的时候 真的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孩子我接你回家 我们现在能够找到家人的 百分之一 那么更多的百分之九的 都没有找到家人 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2016年的9月11号 台湾的宋立平女士 是这个云长的女儿 从五岁见过云长一面 一直到现在85岁 也是等待了80年 有人说老杨很伟大 你给这些死难的人 建个纪念馆 我说没什么伟大的 我就是一个卖熟食的 在没有遇到他们之前 自己就是个做小生意的 遇见这些人之后 那我就要为他们做到什么 仅此而已 南口战役只有18天 但是我可能要用一生来追求 那么我嘱咐自己 我要认真地细致地去仔细地找 把每一个角落都找到 不让我们每一个烈士被遗忘 作为一个普通人 不忘悲惨的战争 更要维护我们今天的和平 更要维护我们今天的和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